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聊聊美国人又赢麻了 对不对 然后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先跟大家读新闻啊 拜登将与莫迪举行线上会晤啊 美国就进口俄罗斯能源问题警告印度 从标题上大家看到了什么啊 美国人好硬对不对 美国人好硬 刚才跟大家说了美国赢麻了嘛 但是啊先跟大家读一下里面 咱们先看一看美国人到底想从印度人身上得到什么 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分析 美国人能不能够从印度人身上得到这些东西呢 然后白宫发言人啊 普萨基啊周日在声明中表示啊 拜登总统将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的后果 以及减轻其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大宗商品市场的不稳定影响 进行密切磋商 然后最近访问印度的美国主管国际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安全顾问啊 副国安顾问辛格说 美国不会人不会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设定任何红线 但不希望看到印度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快速增长 西方对这个俄罗斯啊实体实施制裁后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 自二月底俄罗斯啊入侵乌克兰以来 印度已经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路透社啊 路透统计的数据显示啊去年全年进口量为1600万桶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嘛 尤其二月底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 印度买了1300万桶 然后去年一年才买了1600万桶啊 总而言之印度很过分啊 白宫表示啊这次会议将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的 美印二加二部长部长级会议之前举行 印度一直试图平衡其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但不同于其他四方安全对话啊 成员国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啊没有对实施 印度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国防设备供应商 尽管过去十年来从美国的采购量不断增加 国防分析师们表示啊 因俄罗斯的供应在成本上更有竞争力 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 因其面临卓越的中国军队啊 就是因为啊你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军队 所以说呢啊 这个俄罗斯啊 因为成本上低 所以说对印度来说很重要 普萨基表示啊 印度和莫迪拜登和莫迪还将讨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包括结束啊 这个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危机 加强全球经济 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民主和繁荣 哎呀大家感觉到美国人想要干嘛了吗 想要从印度人身上得到什么 首先得到面子 对得到面子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拜登总统将于周一与印度总总理莫迪举行线上会晤 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希望见到印度增加进口俄罗斯能源 对不对 你这个话说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 你面对的是印度对不对 你面对的不是一些小国 这是一个前提啊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聊过 印度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 看一看咱们中国啊 跟印度的交往就知道了 之前习近平访问印度啊 这真的是啊 还带着半手礼去的 真的是拎着东西去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 中国的领导人哪干过这种事啊 日本人 比如说啊 当年的安倍晋三啊 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真的是啊 眼皮都不加他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你看一下那合影的照片 习近平眼皮的不在家 这个安倍晋三的呀 总而言之啊 中国呢 对于世界上这些国家的交往 其实很明白 就是对方怎么想 印度这个国家 其实非常非常好面子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印度这个国家 他从来都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国 一个弱国 也确实是如此啊 你要说印度弱呢 其实也不该这么说 对不对 印度起码在南亚大陆啊 南亚四大陆这一块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南亚大陆上啊 这一块呢 然后的话 基本上无敌 对不对 打完什么尼泊尔 打什么巴基斯坦 对不对 各种各样打 然后的话 谁不听话 我收拾谁 对不对 灭了你的锅 这都是印度干的事情 总而是把印度这个国家不弱 然后印度这个国家呢 非常非常要脸 然后的话 中国也给他面子 这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因为啊 也是因为自己的殖民历史啊 导致啊 他没有办法选择完完全全的导向任何一方 本身就是个大国 你说你的一个大国人口十几亿 这个国家的国土上面还有很多的资源 你选择导向了任何一个国家 那个大国非得从你身上榨干了不行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依靠别人了 依赖于别人 你只依赖于另外一个大国的话 那个大国盯着你身上那些资源 口水流一地啊 所以说呢 印度他没有选 没有办法选择 跟任何一个大国就完完全全的结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印度以前是不结盟运动的老大的一个原因呢 本身自己也不小 本身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 依赖于别人 自己这个大国在这摆着呢 对不对 人口资源都在这摆着呢 导向别人 自己只有一条死路啊 所以说呢 那中国对于印度的这些啊 外交上面都非常小心 习近平带伴手礼 然后王毅去了 陪着这个印度啊 一起拍这样拍这样的照片 中国的领导人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啊 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美国人是基本上没有给印度人留太多的面子的 虽然说啊 美国人这种态度啊 跟跟大家也都知道 拜登啊 往中国这边放话呀 就那种态度也好一点 但是印度人啊 不见得会买账 不见得会买账 因为这个选择题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大家可以想象呀 这个世界上真正啊 能够称得上啊 有点有点实力的国家吧 就是说啊 自己的军事体系 经济什么 还都在一定的档次上的一些国家 你数一数数都数得出来 中国对不对 美国对不对 然后的话俄罗斯啊 虽然说最近这场战争打的有点不像样啊 但是总而言之 你放在世界上来说 军事上成体系 然后经济上还有一定地位 就就只有这三个国家呀 你能找出别的来吗 你像法国啊 也算一个吧 但是法国自己的问题 就是没有自主性嘛 对不对啊 然后总而言之有自主性 那个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成体系的 只有这三个国家 印度 你说说吧 你就说说印度吧 印度你说啊 如果说真跟 因为美国跟俄罗斯翻了脸 然后完完全全倒向了这个美国的话 那 那中国 对不对 印度也得罪了 这三个国家 印度得罪过两国 对不对 一个中国 一个俄罗 再加上未来有可能俄罗斯 得罪了两个 那只能依赖于美国 你说说 印度这个国家怎么办 他就相当于完完全全倒向一个国家了 他对于 对于印度这个国民性啊 他也很难去接受这个事情 对于印度一直以来的这种国家的政策的走向 他也是冲突的 所以说你美国想要逼印度 你必须得花大力气 印度人占便宜 可不可以 当然没问题 对不对 你美国人拉着什么印度 你搞什么印太战略 印度人肯定会跟你说啊 来咱们搞 但是的话 根本性 根本性上的一些问题 印度人很难改变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个不小的一个国家 人个一个作为一个大国 然后完完全全倒向你美国 哎呀 这个东西啊 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但是的话 美国又在用这种比较强硬的语气 比如说啊 像我警告你 印度用这种语气 来跟印度人说话 印度的那个反感会极大 你看一看 中国对于印度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一种态度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你美国是用这种强硬的态度 而且选择导向你美国对于印度 这种大国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看你美国能达到目的吗 其实啊 那么真的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说 美国人觉得自己赢麻了 对不对 跟他讲这个新闻 就是美国赢麻了的新闻 美国人最近这几天 真的是啊 美国人最近这几天啊 就那个心态的转变 非常非常剧烈 就是因为欧盟欧洲嘛 然后跟中国喊了硬话嘛 就是从中欧峰会开始 然后之后呢 欧洲欧盟的最高的外交官啊 跟中国说 我跟中国没办法沟通啊 这话一说 美国人瞬间觉得自己赢麻了 包含俄乌这场战争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的收缩 直打乌克兰东部的一些事情 然后美国人觉得自己也赢麻了嘛 你看看我支持的乌克兰 都不得了了 对不对 不得了了 我赢定了 对不对 包含跟大家讲个好玩的新闻 不仅仅是美国人觉得自己赢麻了 乌克兰人也觉得自己赢麻了嘛 那个乌克兰那个外交部长 最近真实的新闻 不是编排他 那个这个新闻的标题 跟大家读出来 大家都会觉得是个笑话 就是说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部长 库列巴 然后自己出来说 接受采访出来说 哎呀 我们现在乌克兰 现在军事实力应该世界第二位了 对 赶紧来支持我们 跟我们送武器 然后我们虽然说数量级上不是世界第二位的 但是我们的战斗经验 对不对 然后我们战斗成果 我们世界第二位 为什么呢 你看看 我们击倒了俄罗斯 对不对 虽然说战争还没结束 人家觉得现在自己赢了嘛 世界第二位 乌克兰觉得自己也赢麻了 美国人觉得自己也赢麻了 包含英国人不一样吗 也觉得自己赢麻了 和泽连斯基手牵手走在基辅的大道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约翰逊 英国首相约翰逊 还见了那个谁 那个德国总理舒尔茨 对不对 给舒尔茨 好好的上了一课 你舒尔茨 你不要去买俄罗斯的石油了 对不对 德国不要买了 就说美国人的这种心态 就在最近这几天 包含英国 包含乌克兰 都觉得自己赢了 问题是赢了嘛 对不对 你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呀 如果说你做出来的政策 都是如此的 不过脑子的 你这个国家的未来 大家真的是可以判断了 包含最近的这个月二龄 讲到这个事 我都想想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真的是 已经做得很完美了 中国想不想 在欧洲发展自己的影响力 当然想 对不对 当然想 非常非常想 发展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的话 追月二龄 然后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 能进去呢 就是因为你美国毁掉了欧洲人嘛 欧洲 包含欧盟啊 自己分裂 欧洲这些国家 因为俄乌这场战争 也开始分裂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加大 本国国内的这个矛盾 也在加大 整体分裂的一种状态 然后你美国国家势力又不行 对不对 美国国家势力又不行了 北约又硬不起来 那中国就趁这个机会 进入欧洲了嘛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你美国觉得自己赢完了 结果你没赢到什么 结果中国的手伸出去了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这个世界 到底是怎么了 对不对 中国的手这个时候伸出去了 然后呢 那个什么 哎呦 欧洲这块蛋糕 我得拿一块 对不对 拿一块走了 对不对 然后就这种 就这种感觉 你美国在欧洲赢得什么了 什么都没赢得 大家好好看一看 塞尔维亚的那个地图啊 巴尔干半岛 为什么称之为欧洲火药桶啊 当然了也是因为那边种族矛盾啊 民民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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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矛盾啊 然后的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矛盾混在一起 然后那边啊 很容易打仗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巴尔干半岛 那个地方太重要了 往东啊 那是土耳其 对不对 然后往北往东北一点 俄罗斯 往南 意大利 往西就西欧啊 那个地方 那个点太重要了 中国这个时候手伸进来了 你美国拦不住啊 对不对 你美国怎么拦 打那么一仗吗 明明就是塞尔维亚 跟中国的合法合理的生意啊 对不对 塞尔维亚买中国的武器 中国送过去 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中国在欧洲占去了一片地方 你美国真的是得了欧洲 得了天下了吗 你把欧洲搞得分裂了 中国有机会进来了 然后你的北约 也没有办法把中国挡出去 你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啊 美国还觉得自己倍美呢 你知道吗 赢了 你看我向全世界喊硬化 这个时候又冲着印度去喊硬化 印度这个国家的文化 包含印度这个国家本身 确实也是个大国 他就没有办法选择 完完全全倒向任何一个国家 倒向你美国 得罪俄罗斯 得罪中国 你说印度到最后 在亚洲这一块 他怎么混呢 你美国又跟他喊硬化 他更不会跟着你走了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美国人 发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 然后美国人 真的是 你真的是可以看一看 美国这个战略失误 他如何改 他改不了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 然后的话 包含带着这个乌克兰 都觉得自己是第二了 那么世界第二 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乌克兰 很多的网友都在开玩笑 就说 真的是 这个谦虚了 真的是谦虚了 你哪是世界第二啊 对不对 北越都不敢跟俄罗斯打 你比北越还厉害 你世界第一 对不对啊 然后 别那么谦虚 乌克兰 那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啊 他怎么发展 他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讲到这的时候 再跟大家多聊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跟印度也相关 跟印度也相关 跟中国也相关 大家都知道 中缅铁路 对不对 中缅铁路开通了 但是现在又开通了 一个新的路线 叫什么呢 中国直通印度洋 经过缅甸 对不对 什么叫中国的铁路啊 直通印度洋 我相信 很多的朋友 都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这个 这个联合早报的 这个新闻里边的内容 也没有写 怎么样通到印度洋的 对不对 只多到海边呢 你铁路运输 你怎么样能到 这个印度洋 好奇怪 而且他这个新闻里面 写的是什么重庆啊 重庆到阳光 然后再到印度洋 印度洋哪一站呢 对不对 难不成你开到大海上 火车开不到大海上 但是大家得知道 以前中国已经埋了一个棋子 在缅甸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也知道 就是交漂港 交漂港 缅甸租给中国 虽然说交漂港啊 名义上是做商业用途的啊 不是军事用途的 但是说实话 按照咱们啊 对于老共的一个理解 老共啊 说是要建一个商业港 对不对 但是他很多的设施啊 他肯定是按照军事的标准来做的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我往上面去停军舰 你也拦不住 因为什么呢 我跟缅甸的关系啊 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缅甸跟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对不对 你美国往死里去弄缅甸呢 对不对啊 缅甸那边都已经啊 放了怂话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支持你美国 我都开始准备要反共了 你知道吗 结果美国人不接茬 到最后的结果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你往把缅甸往死里弄 美国人永远觉得自己赢麻了 你知道吗 永远都不知道往回缩半步 往前走一步 往回缩半步 其实还是前进 他不 他一定要完全的赢 我要赢麻 赢两次 你知道吗 赢翻了为止 这就是美国人 大家发现了没有 缅甸这个事情啊 跟印度直接相关的 中国在缅甸有一个交漂港 然后到现在铁路又通到了交漂港 大家可以想想 未来会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交漂港 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做军事用途的话 也可以做 中国的从从重庆啊 铁路直接通到印度洋 也就是交漂港 就这么一路通下来 真打起仗啊 大家就可以想一想 我不仅那印度啊 你敢动的话 你敢动的话 我不仅啊 就跟原来六十年代一样啊 从那个什么西藏直接打下来 不用 我直接从海上就能打 你说你 你说 这就是世界格局在改变 比如说美国的美日印澳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都知道印太战略 成立那么久了 你也没做出什么样一个实质的一个动作出来 结果呢 中国呢 不吭声 对不对 不吭声 然后的话 交漂港 老早摆在那里 然后的话 这个中缅铁路啊 然后的话 一直在修 现在已经修到交漂港 然后呢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说真打起来 我后勤直接上交漂港 你说你美国怎么办 印度怎么办 对不对 你美国这个时候 按理来说 应该是拉拢印度的一种状态 把印度赶紧拉在自己身边 把中国说成好坏坏 对不对 就跟原来美国人搞美日印太 印太战略啊 印太战略 美日印澳 这样的一个战略出来的时候 一样渲染中国威胁论嘛 对中国好坏 对坏透了 对不对 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平衡 但是 但是啊 你美国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拼命的把印度往外去推啊 你说两句好听的会死啊 尤其是大家得知道 美国现在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自己给不出钱 对不对 给不出利益 你就看一看他如何对待欧洲的 对不对 欧洲是美国人的传统盟友啊 且不说是远方亲戚这种关系 那就是传统盟友地区啊 可是美国人对待欧洲 也现在也是一种 搂钱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你欧盟完了随意 对不对 完了完了那是个好事情 对不对 然后你欧洲国家内部 因为一场战争导致开始分裂 没关系 对不对 你们乱了 你们通货膨胀了 你们经济不行了 你们的钱也就来美国了 这就是美国人 把自己的传统盟友都在往外去推 印度人怎么样跟着你走呢 虽然说刚才跟大家读那个新闻 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就说印度的装备的一些问题 因为面对着啊 优越的这个解放军啊 然后呢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啊 他会采买一些啊 价廉物美的俄罗斯的装备 所以说呢 美国的装备不会运 不会卖给这个印度 印度不会来买 但是啊 你美国人知道这一点 你美国人知道 你想挑拨印度跟中国的关系 没有问题 但是的话 你的那个军事装备啊 武器啊 你卖印度卖便宜一点 对不对 比俄罗斯的 别说便宜 差不多的价钱 你卖给印度 印度肯定会导向你 但是你美国就不做呀 这也就是美国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极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吃亏 他为什么不吃亏 因为啊 他现在自己经济不行了 大家得知道 以前的美国是可以吃亏的 他拉拢盟友的时候 然后的话 跟盟友做生意 扶植台湾 扶植韩国 扶植日本 基本上都是美国人 一手扶起来的 让他们也开始赚钱 跟着美国人一起赚 对不对 当我美国的盟友 那倒是最棒的 可是走到今天 美国没这个能力了 其实讲了很多的新闻 大家真的是要看到 美国国家实力往下去掉 这是美国最根本的问题 他自己感觉自己赢麻了 你必须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赢了面子 你也得赢李子 你想要让欧洲站到你这边 你得告诉全世界的人啊 欧洲的钱已经到账了 那个手机当一声响 对不对 你的那个网上银行 那个钱到账了 这个时候 你再向全世界展示 对不对 我美国赢麻了 你去压印度 你去逼印度 印度可能会低头 但是现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欧洲中国的手已经伸进去了 对不对 全世界你的盟友该得罪啊 那些跟你翻了脸的 或者说跟你叫了板的那些国家 比如说像西亚 包含新加坡 东南亚 你美国都没有办法拉拢回来 你还要逼印度这样的国家 美国的未来 哎呀 肉眼可见的 咱们慢慢看下去啊 美国未来会不会有改变呢 虽然悬 但是的话 咱们慢慢看 美国这种事还会更多 好吧 今天这期又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个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